我的時候我有那個人把電話詢問他 請問他這裡能不能請出補貼 他說可以 只是他後面加一句也可以請 但是很不好過來 台中是一位擁有身心障礙手冊 及低收入戶資格的潘先生 今年6月足無時 向內政部申請一個月4200元的房屋補助 卻找到推薦 這才發現是物業管理公司 強妙的避重就輕 後來打電話去市政府詢問的時候 他跟我說雖然我的資格符合 可是因為他這間大樓 他的資金用途 有法不合 所以我不能達到可以找錢 他登記是不可能是用途 你事前知道嗎 我先知道他沒跟我講 你的租業上是不是有寫辦公室 是他沒有特別告訴你 你也沒有租業 對 主管是以為他 說錯了 對 因為他的封面是寫 住宅 為了取得雙方說辭 伊萍也聯繫了 半泰公司的歐系主管 有關於寧可到我們現場 大樓原住房子的時候 可能我們現場的委員 在一個優惠電視 還有交易所的說明上 可能沒有監視的什麼相信 因為那個優惠電 他來講是減免 我們臺灣才有的那個預算案 那我們會補充教育所人員 對於有關優惠電視 然後明天的告知於 我們優惠電視 他們的 呃 軍備的義務 他已經付了兩級的租金了 這租金他沒有辦法申請補助 那這個部分他有跟你們反映 那你們會怎麼處理呢 因為我們現在有接到 小寶貝的那個問題 這個後續我們會跟祝福協商 那依照祝福他的 申請的這個 跟辦法 然後他可以申請到的 那畢竟公司這邊 會跟他們 協商跟他溝通 但是因為在591租網上面 的那個廣告上面啊 他是有寫到說 取得情藝科技大學 學生校外任居安全標章 有我們只要是外面 比較多廠位的那些 呃 大樓 比較多廠位的 操防出租 他們會在他們 接行一個 小外安全認證 他們就會聯合 交官室 嗯 然後還有當地的 我記得 還有 一些消防業者 消防區 他們會去對這個 會管接行勘障 然後會 會進行評估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你們確實是有取得 學校的這個安全標章就對了 對 但是在 大概五六七年前吧 嗯 那後來之後 因為 可能因為早智房 我這邊的人血會低 所以慢慢的 越來越多學校 也獨立於 定辦的這個業務 那你們現在還放在 租屋網站上 是不是有點不太適合呢 我們可以把它 呃 提示 成七年獨立於的 台中市政府 讀法局表示 關於辦公室 改為出租套房的行為 將會依規定基查 如查有違反行為 將依建築法前七條規定 賺款六萬至三十萬元